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是代表大國方行中心 多謝大家出席今天下午的講座 這個講座的主題就是 家和自有方 去哪裏找方呢? 我們今天會請來兩位嘉賓 分別有一位精神專科的醫生 還有一位家庭靜觀的導師 跟大家講一下 當然也有一位主持人 他本身也很專長在這方面的工作 為什麼會有這個講座呢? 我們要講兩句了 因為大國方行中心 在兩年前我們就跟這個 印度基金會合作 很多謝印度基金會的支持 這個KCF的支持我們呢 在辦這個活動 我們這個活動呢 最主要是一個社區的關懷活動 我們每一年呢 都會就不同的課題 去社區辦講座 還有呢就去到 社區裡面呢 派送這個福袋 在這個中秋和農曆新年的時候 是給這個公眾去支援他們 使大家更加開心 我們做這個活動 就是因為疫情下 覺得這個社會呢 其實大家的情緒都比較低落 希望有這個機會呢 使大家呢 可以找到一些解決的良方妙法 我們開始今天這個講座之前呢 當然我要多謝一下 那我就想首先呢 邀請大家給點掌聲 多謝一下我們借出地方的五育中學 多謝五育中學 多謝他們的工友 同事協助我們做這個直播 和做這個現場的 那麼在現場呢 就有朋友在現場參與 但是在網上也都有呢 不少朋友也都有參與的 那麼大家在網上呢 記得呢就要可以留言 提出你的問題這樣 那麼就除了多謝學校之外呢 我們我在這裡也都想邀請大家 給點掌聲多謝一下我們的義工 多謝我們的義工呢 是這麼幫忙的 那麼當然也要多謝大家呢 我們在現場參與的所有朋友 給點掌聲自己 那麼就 只是掌聲就不夠了 所以呢我們呢 就會有一點點禮物 給我們今天的幾位嘉賓 那麼我就邀請他們上來呢 就是接受我們大國坊榮中心 給大家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品 首先呢我有請這個 精神專科醫生 崔永豪醫生 接著是靜觀徒師李劉潤榮女士 還有就是蕭蓉家庭生活學院 創辦人張蕭蓉女士 那麼我們呢 我們呢今天有這個機會在這裡呢 我們很多謝幾位嘉賓的 那麼在這裡 開始之前呢 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講座的主持 他就是張蕭蓉女士 他就是張蕭蓉女士 那麼他本身呢 是蕭蓉生活教室的創辦人 那麼他也都是呢 是教育 他是一個顧問呢 還有呢是財務策劃的顧問的 那也是資深的傳聞人 他曾經呢主持過很多 電台和電視的節目的 那也是做過教育節目啦 親子節目啦 他到訪的學校 數以百計 都是去講有關這個親子教育的 也都呢 做了這個財務方面的規劃的一些講座 那麼他的專業的資格就很多了 那麼包括了他本身是一個註冊社工 是全球生涯發展師 這個培訓師 NLP的高級執行師 NBTI的16型人格的試測師 認可的兒童財務 導師國際理財規劃師 核准的退休顧問等等 但最重要呢 他有很多的著作 其中有的著作是 直播室裡面的媽媽 孩子 你是我最幸福的一堂課 還有給孩子的幸福維他命 那麼張士雲這麼豐富的經驗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邀請他上來 為我們主持今天的講座 《家和自由方》 請感謝您 謝謝戴建文先生 也都很歡迎各位參加者 今天在星期日的下午都親自來這裡 我想問一下大家 在座有多少是家長來的 不如揮揮手好嗎 大部分都是啊 包括我們的港元都是 你們的家長啊 我也是啊 小朋友是小學的 有沒有啊 小學 中學呢 幼稚園呢 大學呢 我看到大學也有啊 原來做父母 真的是一生一世 就算他畢業之後 我們仍然都是家長的 所以今天這個主題 其實非常之好 大會呢 就說家和自有方啊 但是呢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叫家和萬是興 那我不說下一句了 大家都知道下一句是什麼 家和萬是興 但是沒有說 怎樣可以做到家和嘛 How 就是說呢 家和當然好 百事興成 怎樣做到家和呢 就是今天我們講的主題 怎樣去令到呢 家人可以和平相處啦 那也都呢 牽涉到呢 有情緒 我們的精神健康 和我們的親子關係 溝通 我們個人呢 的靈性啊 各樣東西的生活的 大家有看到這張powerpoint 其實呢 都不用說出來的 都知道吧 我們香港人呢 的精神健康狀況呢 就跟過去一年的股市都差不多 是不是 就向下調整啊 但是呢 有個好消息啊 你看到呢 2021年中開始呢 又好一點點啊 那那個谷底位呢 谷底位是幾時啊 2019年啊 大家知道 2019年有兩件大事 對於香港人來說 一個是社會事件 另一個呢 就是COVID-19 原來就是2019年到現在了 我們戴口罩呢 搭入第四年了 那麼好消息呢 就是這些事呢 慢慢過去 就好像我們人生一樣呢 其實呢 逆境順境呢 都是一個波動的 是嗎 有逆 也都有順 那麼艱難呢 始終有過去的一天 有晴天的一天 那麼我們展望呢 2023年呢 其實這個環境 就應該會好一點的 今天呢 大會安排呢 我們有兩位的主講嘉賓 第一位呢 我也想介紹一下 崔永豪醫生 崔醫生呢 就坐在前排 第一個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他一會 認住他啊 因為呢 他會跟我們說這個主題呢 特別呢 就是跟精神醫學的角度 崔醫生是精神科的專科醫生來的 也都是呢 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的榮譽臨床助理教授 和呢 港大法學研究中心 客座助理教授 給點掌聲 崔醫生好嗎 另一位 劉詠盈女士Winnie 就是資深的教育和輔導心理學家 哇 她有超過30年以上呢 豐富經驗 擅長處理 情緒困擾 壓力 家庭關係 精神健康問題 她所到之處呢 就是足跡判報港 九身界 無論學校 社區 和機構 都有服務的 也是兼任的大學講師 近年來呢 Winnie也自力推廣 靜觀的訓練課程 創辦靜觀生活學院 透過靜觀 來提升大眾的精神健康 我們又給點掌聲 Winnie 一會兒的流程 我們會有兩位嘉賓講完 大家會出來講講她的專業 有什麼可以幫到大家 除了有知識的傳遞之外 我相信也有技巧 希望大家能夠把東西帶回家 可以用的在生活上 然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台下發問的時間 我相信大會的同事 我們的義工 一會兒會派一些回應指 你可以在上面 一邊聽 一邊寫定一些問題 一邊寫定的時候 我就會收集大家的問題 所以到一會兒的台下的時間 我們會有些準備 希望滿足到大家的需要 流程已經講了 我相信大會的義工 待會兒會派一些回應的問卷 以及一些問題指給大家 這個時間 我們盡量爭取 我們聽到這些專家的意見 好嗎 首先有請崔永豪醫生 熱烈的掌聲 大家好 我是崔醫生 多謝大國福衡中心給我機會 我今天和大家做個簡短的分享 今天我的題目是 家庭溝通的良方妙藥 多謝大先生給我四條問題 讓我有個方向 我就嘗試解答這四條問題 就是子女不聽話 不聽教 那怎麼辦呢 我們的子女很好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成果 小朋友打遊戲 怎麼教呢 子女不聽 不說話 子女又很生氣 父母又可以怎麼辦呢 其實二千八年前 佛陀怎麼幫我們離苦得樂 希望好好地過日子 透過細心去覺察 其實這個世界是怎麼運行的呢 透過對大自然萬物如實的洞察 去幫人家好好過生活 其實呢 現代的精神醫學 其實跟佛陀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就是透過對我們人類腦袋 一個如實的理解 從而去幫人家 怎麼擺脫精神的痛苦 可以好好地生活 其實不單止是人類的腦袋 其實我們也會看看 大自然素做萬物 其實他的腦袋是怎樣的呢 有什麼相同之處呢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角度 主要就是看看 人的腦袋是怎樣運作 尤其是我們小朋友的腦袋是怎樣運作 在解答這四條問題之前 我簡單地去講一些最基本的資料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腦袋是怎樣運作 其實大自然素做我們人的腦袋 可以分開有三個層次的能力 包括是維生、情緒和智能 第一層是維生 維生的功用包括呼吸、調節體溫、進食 我們嬰兒一生出來的時候 第一層的能力其實基本上已經成熟了 我們會呼吸、調節體溫 第二層就是情緒 情緒有害怕、憤怒、傷感 這些是我們難受的情緒 也有些是我們覺得舒服的情緒 包括安樂、滿足 其實在大自然物種演化裡 其實去到鳥類、暴雨類動物 在第二層情緒方面 其實演化到一些比較複雜的情緒 而這個複雜的情緒 我們通常用一個名字 叫做愛來表達 簡單來說 我們每個人都有愛和被愛的能力 to love and be loved in return 所以狗仔、BB、媽媽、人仔都是一樣 所以媽媽和BB大家黏著 這樣大家就有很開心、很舒服的情緒 我們人、伴侶、家庭 大家都當愛與被愛的 大家的感覺都很良好 一群朋友都是 例如你們達國福行中心裡 大家互相支持 做一些有意義的活動 大家也感受到愛與被愛 一個很良好的感受 第三層是智能 其實智能是很廣泛的 不只是語言、文字 計劃、邏輯推理、恰當判斷 在學校裡面 譬如語文科、數學科 這樣就完全是培育到這方面的智能 但其實智能是很廣泛的 也包括創意、審美 我們反省、明白別人的內心 與別人合作 這些全部都是智能 另外,抽象思維 也是智能 尤其是人類的腦袋中重要的部分 其中就是創造意義 以及追尋意義 人的腦袋就是不斷追尋意義的器官 譬如我們玩這些東西 玩完之後沒有錢收的 但我們覺得很有樂趣 因為這是用到我們的智能 畫一幅畫也是 畫完之後 即使賣不到錢 但在過程裡 還有之後看一幅畫 也很有滿足感 因為用到審美、創意這些智能 所以這本書是說 Man Search Man 指人類 我們人類不斷尋找意義的 這是非常正確的看法 我們再次重申 腦袋是有三個層次的能力 維生、情緒、智能 大自然是很公平的 人類是萬物之靈 腦袋是最厲害的 腦袋有一個能力 你可以叫做capacity 其實是需要有一個need 去用這個能力 用到就有些正面 或者叫舒服的情緒 運用不了腦袋的能力 並非沒有情緒 而是有些負面的情緒 去煎熬你的 所以我們腦袋有三個層次 維生、情緒、智能 你說它是能力有得 你說它是需要有得 總之就是人皆有之 所以維生、情緒、智能 我們可以稱之為 我們生而為人 一個基本的需要 就是叫做humanity needed 所以如果有人問你 如何才能活得好呢 其實人和動物都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充分去運用這三個層次 大自然給我們的能力 換句話來說 是滿足這三個層次 大自然給我們的需要 這樣就有很多正面的情緒 第一層是維生 所以要安居 睡得好、吃得好、常運動 第二層是愛與被愛 所以我們要愛人和被人愛 第三層就是運用到智能 如何運用到智能呢 我嘗試給一個定義 就是當我達成一些對我來說 有意義的事 那就叫做運用到智能 我們了解了 原來我們大自然塑造人類的腦袋 是有這三個層次 原來這三個層次 也不只是人類 其他動物都是一樣 這對腦部的理解 可以幫我們解答這四個問題 我嘗試回答第一條 大先生給我的問題 就是子女不聽話、不聽教 如何從精神醫學角度 去提供一些意見呢 子女不聽話、不聽教 我又說回人類的腦袋 其實大自然 一出生第一個任務就是生存 survive 換句話來說 不要死 這句是哲學家沙特的名言 通常一般來說 中文就叫做存在先於本質 我嘗試說我自己的理解 這個說話就是 其實大自然給我們第一個任務就是生存 究竟我是不是一個很有禮貌 或者一個很優雅的人 這個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生存 所以我們從出生第一秒鐘開始 已經不斷去看看 如何才能在這個環境裡生存 所以讓我們啟示的 原來大自然塑造陰河動物 一個年幼的腦袋 他的傾向就是會從身邊年長的身上學習 在這個圖裡想說 其實獅子怎麼學會去捕獵 捕獵是維生必須要的技能 那他也是什麼 不看媽媽怎麼做 因為獅子是媽媽去打獵 看到媽媽怎麼做 就從媽媽身上學習 其實人類都是一樣 比如我們小時候很簡單 刷牙 都是看媽媽、爸爸一起做的 然後洗碗 其實都是看爸爸媽媽去做 去學的 好了 要理解人類和其他動物的腦袋 有什麼不同呢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究竟寶寶出生之後 是要依賴父母多久 相對於其他動物 比如斑馬 在草原裡 出生不久 牠會吃奶 但很快會會走 不需要多久 牠就自己可以獨立生活 但是其實人呢 其實是很長的時間 我們每個人 寶寶生出來 能夠自己獨立生活 都要很多年時間 甚至人說 現在什麼大學 都可能要父母陪著牠 才能做得到 反正其實我們人 其實呢 大自然塑造我們人 我們小朋友的腦袋 其實是預了長時間 從身邊的大人身上學習 就是說 其實小朋友 是很需要在周圍的大人 而父母裡面肯定是最重要的人 在他身上去不斷去學習 所以給我的啟示的是 大自然塑造我們的腦袋 傾向小朋友 是會從父母身上學習 但仍然會發現 的確有很多情況 是子女不聽話 不聽教 如果是 醫生剛才你說的 腦袋的法則是事實的話 那怎樣解釋 子女不聽父母話呢 原來精神科裡面 其實也有嘗試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出生第一個任務就是 我們出生第一個任務就是生存 而生存第一個任務就是 生存在世界上所需要的知識 我一出生已經想知道 其實這個世界是怎樣玩法的呢 怎樣才可以生存呢 由家庭以內裡生存 然後到家庭以外怎樣生存 那又怎樣呢 都是要在年長的人身上學習 人和獅子都是一樣的 原始人裡面都是透過家人怎樣做 然後他就學會怎樣做 所以如果你說 子女不聽話 不聽教 或者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問回 咦?我自己也是作為一個父親 當小朋友不聽我的話的時候 我會問自己 其實我是不是失信於我的小朋友呢 好了,跟著說一下 究竟是失信些甚麼呢 其實我們在精神科裡面 我們有一個字叫 epistemic trust to my epistemic vigilance 這個字 用一個最深的字 其實是講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就是獲除知識 epistemic這個字 假設是獲除知識 所以epistemic trust的意思就是 相信你傳授給我的知識 用一個小朋友來說 就是小朋友相信爸爸媽媽 你傳授給我的知識 而其實小朋友天生 是有這個對爸爸媽媽的信任 小朋友天生就是傾向相信父母 傳授給他的知識 好了 當年紀越來越大 譬如去到青春期 老爸的發展就會越來越多 就是一個Vigilant 警惕 就是說對父母你傳授給我的知識 我會有所警惕 所以信任是需要栽培的 因為小朋友 尤其是青春期越越大 他心裡經常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爹地媽媽 其實你是不是騙我的 用回廣東話來說 廣東話的俗語叫做 聽你知笛 就會問 他未必跟你說的 但心裡問 為什麼我要聽你知笛 所以 如果你從精神醫學去答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令到小朋友 聽父母的教育 其實就是怎樣令小朋友 相信我作為父母 傳授給小朋友的知識 而小朋友對父母 永遠都是觀其行 先於聽其言 原因是可以從小朋友的語言發展去解釋 圖裡簡單說 其實我們寶寶一生出來 語言是很少的 你去到那個流利去從語言去表達 亦都可以透過語言去知道很多複雜的事物 都可能真的去到小學 甚至去到中學 在語言發展成熟之前 寶寶其實更加需要了解這個世界 因為那時候他是最脆弱的 那他怎麼學回來的呢 全部都是靠眼睛去觀察父母的行為 我想分享這個很多年前的經典實驗 就叫做Steel Face Experiment 簡單而言的就是 嬰兒看到媽咪沒有表情 媽咪沒有開口罵他 但是看到媽咪沒有笑容 沒有表情 嬰兒已經感受到 可能媽咪對他有些負面的表達 已經哭了 看到媽咪的笑容之後 嬰兒就笑了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這個經典的 實驗 所以今天多謝笑容在這裡 所以笑容就是這麼重要的 尤其是對於極年幼的小朋友 讓笑容的小朋友 讓小朋友感受到父母是支持他 是愛他很重要的元素 好了 另外 怎麼讓小朋友相信我作為父母 傳授給他的知識呢 人類腦袋 要小朋友觀其行 多於聽其言 好了 然後去到有言語的法育 複雜的東西都可以透過說話 理解到 但是小朋友都是特別傾向 相信父母行為上表達到的知識 所以人 即使我們有這麼豐富的語言 但其實我們跟獅子一樣 都是主要透過父母的行為 他們身上得到一些對於生活重要的知識 所以子女是從父母的行為獲取知識 這些知識是用來去理解和應付這個世界 從而達成去生存這個大自然給我們重要的任務 希望我簡單回答第一條問題 就是子女不聽話 其實為什麼呢 然後第二條問題 就是我對子女很好 大時子女又抗拒我 好像沒有什麼成果 那可以怎麼辦呢 又重回大自然塑造 我們腦袋的角度去解釋 還叫什麼 第二層 我們情緒方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Love 這個情緒 我們每個人都有愛和被愛的能力 換句話來說 有愛和被愛的需要 尤其是寶寶的時候 所以小朋友和父母之間 大家都互相需要大家的愛 譬如小朋友進去醫院 立刻哭得很厲害 因為她和媽媽的聯繫切斷了之後 愛與被愛需要得不到滿足 然後很害怕就哭了 看到媽媽之後 她就笑了 讓她背得第二層 我們情緒 我們怎樣才可以生活得感覺好呢 就是有人給我愛 而個人又愛我 好了 講到這裡 就發現 我在臨床裡見很多小朋友 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 其實大家都愛到發燒 但為什麼有這麼多衝突呢 其實就是愛的表達失效 所以她今天分享 其實愛的表達的步驟是什麼 這個不僅是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愛的表達 我覺得對任何人的愛的表達 都是跟著這四部曲 就是注意她 明白她 接納她 關顧她的需要 所以被愛的經驗就是被注意 被明白 被接納 被關顧 然後還有一個臭寶寶的例子 在座很多家長 也有臭寶寶 但我告訴我 妳小朋友還是寶寶寶 在一個房間裡睡覺 妳在一個廳裡做家務 例如一堂衫 其實妳也是在這裡堂衫 但其實妳的耳 常常留意嬰宇有没有哭 所以其实小朋友是被注意的 听到嬰宇哭了 你会怎么做 放下烫痘 去看看嬰宇发生了什么事 摸摸他的肚子 摸一条片 原来尿片濕了 小朋友说第二步就被明白了 然后准备第三步 小朋友尿片濕了 需要不需要即时换呢 大部分家长都会觉得 濕了是要即刻换的 所以你接纳了小朋友 有换尿片的需要 小朋友就被接纳了 然后你就拿一条干的尿片 帮小朋友换 这个就是关顾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就被注意 被明白 被接纳 被关顾 整个这四步做齐之后 小朋友就感受到妈妈的爱了 当小朋友年纪开始越来越大 那时候我们发现 父母对子女爱的表达 这四步曲 很多时候就没有那么有效 原因就是因为很小的时候 主要的需要是比较身体上的 吃奶 换片 但是去到越来越大的时候 很多时候的需要是比较抽象的 是情感上的需要 和一些学习上的需要 尤其是有些小朋友 可能是他的专注力 是比同年纪的小朋友 发展得比较慢的 这个需要的 父母有时就看流眼 就注意不到 或者不能准确明白了 或者是有些小朋友 他读写能力的发展 又比同年纪的小朋友慢 或者小朋友 他们社交的能力 发展比同年纪的小朋友慢 在这里有时 父母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 去提一提他 原来小朋友是一个特别的需要 让妈妈就能够明白 接纳和恰当地关顾了 所以就要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会提到家长 明白小朋友 在一个爱的表达里面 是最重要的 好了 要明白小朋友的内心 其实我们精神科里面 我们是用一个什么的字 是吧 刚才我们有一个字 叫epistemic trust 另一个字 叫mentalize mentalize 我尝试用广东话去译 我就会译到 叫做想人想什么 feel 人 feel 什么 的能力 这个人呢 是包括自己 和别人的 包括想想自己想什么 feel 一下自己 feel 什么 这个行为呢 我们就叫mentalize 如果用另一个说话说 我们试试从第三者角度 看一看自己 其实平时我经常说 什么苦心自问 我想一下自己有没有想错 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感觉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mentalize 代入别人角色 看一看别人 这个人mentalize的表现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些同理心的表达 对吧 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能不能够 表达到同理心 就牵涉到 我们有没有mentalize 的能力了 记住 Mentalize 这个能力是可以培养的 我到现在都在培养 好了 其实我们平时 想起孩子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mentalize 那个小朋友呢 其实你们照顾过小朋友的 我肯定百分之百肯定 你是有能力 和试过很多次 能够准确地 去mentalize 你的小朋友 就是想一下 你的小朋友想什么 和感受一下 你的小朋友感受什么 我给你一些例子 你想一下 你以前的小朋友 BB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 我小时候 都会和BB四目交投 他笑你就笑 他说 他说 BB现在 冲了凉 又吃完奶了 身体很爽 BB很开心 然后妈妈抱着BB 看着BB 然后说 BB很舒服 很爽 冲了凉 吃完奶了 然后BB透过妈妈的说话 妈妈的面容 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所以 他们平时跟BB 讲一下BB的感受 尝试了解一下BB的内心世界 这个过程 就去帮小朋友 去觉察自己的情绪 观察自己的内心 经过不断的重复之后 小朋友得到的讯息就是 嗯 原来妈妈明白我 而且我也从中能够 我明白自己是什么 这个对大型的情绪 管理自己的内心是很重要的 好了 昨天洗了凉 吃完东西 过了一会儿 后呢 BB就哭了 BB哭了 妈妈呢 就说 我BB 哦 BB哭啊哭啊 是吧 妈妈就会想 小朋友 你为什么要哭呢 那 妈妈在找 但其实 妈妈没找到原因之前 不停跟BB说 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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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啊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也都是你 mentalize 那小朋友 那小朋友也得到的讯息就是 嗯 妈妈厉害了 妈妈明白我 我已经明白自己 哦原来这些叫不舒服 然后妈妈想想 嗯 看来都好像有段时间没吃奶了 那就猜一下 啊 应该是肚饿了 要吃奶了 然后妈妈和BB说 哦 是不是肚饿呢 要吃奶呢 他就说了 然后BB 听妈妈说 哦 原来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就叫做肚饿 从而小朋友建立到 去表达情绪的语言 然后呢 吃完奶之后 BB就开心了 啊 那就透过很多次 beeing mentalize 让妈妈想到我的想什么 让妈妈感觉到我的感觉 让妈妈感觉到我的感觉 然后BB就会觉得 啊 妈妈明白我 我也明白自己 而且最重要是 我们明白发生什么事 然后吃奶 经过吃奶之后 吃了几次奶之后 哇 BB呢 对妈妈的理解就是 妈妈明白我 我明白自己 我们两个明白发生什么事 最厉害的就是 我们知道怎么解决 每次肚饿的时候 妈妈又给奶吃 还有妈妈信得过 我也都相信自己 最重要是 从不断去 你准确地去 mentalize 小朋友 然后 明白 接纳 又成功地 准确地 关顾到他之后 那小朋友 对你的trust 就越来越建立了 好了 好了 吃完奶之后 那时候BB又哭了 这样 今次不是肚饿 你看到 是什么 尿片濕了 对吧 好了 妈妈一开始 不知道尿片濕了 然后问BB 是不是又肚饿了 这样 今次妈妈是 mentalize 错了 接着又给她奶吃 那么BB就不吃了 这样 这个妈妈就厉害了 妈妈知道 原来 想人想什么 是可以想错的 所以她立刻 尝试修正了 对吧 不吃奶 她不是责怪小朋友 妈妈想 我会不会想错 我表错程 然后再去看 再去搜一搜身 摸一下 哦 原来尿片濕了 不懂 先转了那条线 然后跟BB说 哦 原来尿片濕了 对吧 所以说着不舒服 这样 一直跟BB说 然后BB 听完妈妈说 她就收到尿了 哦 原来 这个不舒服 就叫做尿片 刚才那个 就叫做肚饿 她现在懂得睡 然后她真的可以 有个能力 去掌握到自己 内心不同的感觉 以及用说话 去说出来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现在是BB了 那就是尿片肝 你叫做黄色条线 就是尿片肝 证明我也有换尿片 那久而久之了 静静下之后 她说妈妈明白我 我也都明白自己 我们明白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和妈妈 而且最重要的 妈妈很厉害 直接解决问题都可以 妈妈信得过 从而我也都信得过自己 信心就是这样建立 有没有发现 其实透过爱的表达 爱的表达是什么 注意明白接纳和关顾 所以小朋友是不断 一个父母给她被爱的经历 其实同时间也增强了 小朋友对爸爸妈妈的信任 从而爸爸妈妈的存受的知识 小朋友就更加倾向相信 所以爱我 爱我是首先注意我 明白我 接纳我 关顾我 我之前在报章里的文章 叫做关怀子女 不单止是提醒和建议 这篇文章 大家在网络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我也是自己 提醒自己的话 提醒一个人 他已经记得的事 甚至他在做的事 是很容易令人厌烦的 不请自来的建议 是令人觉得 批评自己 看少自己 侮辱自己 这个是对于在青春期的小朋友 是更加有机会发生的 因为青春期里面 智能发展很迅速 智能用到的就是 我达成我觉得有意义的事 所以如果太多的提醒 建议 很容易令小朋友 觉得是被批评 因为会阻碍了 他希望自己 达成一些对自己来说 有意义的事 再次提醒三个层次里面 智能的运用 是在于当事人感受到 达成一些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事 怎样在这几年疫情期间 怎样才可以帮小朋友 达成一些对当事人来说有意义的事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家长可以向电子游戏透视》 文章里面我提及过 其实我建议所有家庭 有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做东西 因为小朋友觉得什么有意义呢 一般来说就是 make a difference 小朋友等孩子的时候 不是喜欢玩灯键的 按一下光 按一下山 为什么小朋友觉得 你这么有意义呢 因为make a difference 或者是積木搭高 然后推崩了它 为什么 make a difference 他看到的东西会有不同 所以做食物 是很令小朋友看到make a difference 由面粉变成蛋糕 看到make a difference 再次提醒 大自然塑造的脑袋 是不断寻找意义的机器 尤其在青春的时候 脑袋只能发展大爆发 是不断去问 这些东西有没有meaning 那么关于子女可以怎么做呢 聆听观察陪伴 我想大家肯定听过这句话 但是我发觉很多很爱惜小朋友的家长 特别难做到这三个东西 原因是因为他们很难相信 陪伴他听他说话 这就叫做关顾了小朋友 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过 这个心魔其实就是 我在文章里面说 大家可以怎么去克服他 还记得这幅图 小朋友感受到妈妈能够read 这样的心 nome 准确地能够考虑对我所思考 isses Wesley 小朋友应该是一个 danke奇 этом好的避爱 以及关于子女的 另外就是 inch of his pattern 要和朋友共享想象空间 你那其实 是小朋友 高厅的时候 玩那些�笔 的音笔 和他们继续 玩泥沙的那些 其實你是跟她分享她的想像空間 共享她的想像空間 但其實她長大了也是需要的 小時候玩泥沙的時候是共享幻想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小朋友長大了 你也嘗試了解一下她喜歡聽的音樂 喜歡看的電影 例如近來有首歌叫《耶耶耶》 我也是聽女兒聽什麼歌 我才知道有首歌叫《耶耶耶》 你們回去也可以聽聽什麼叫《耶耶耶》 子女不聽話、不聽教 這條問題我剛才探討過 但我想說 除了小朋友傾向、觀其行 多於聽其言之外 另一個小朋友腦袋運作的法則就是 一個明白我的人 我會相信他傳授給我的知識 所以如果你自己臭小女兒 聽聽玉蠟 你很害怕被其他人騙她 就由今天開始做好 去了解你的小朋友的內心世界 想想他想什麼 感覺一下他感覺什麼 讓你自己做父母 都是一個明白他的人 否則你就把這個 傳授知識的角色 就交給其他不知什麼的人 可能會 最後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回答一下 大三給我這四條問題 兒女不聽話、不聽教 其實怎麼辦呢 其實小朋友天生會 在父母身上獲取生存的知識 而我們父母是應該要 著眼於我有沒有去建立 我的epistemic trust 小朋友相信我傳授給他的知識 父母自己是要作為一個可信的人 你看看獅子媽媽是怎樣教獅子BB 我們就知道怎樣做了 另外對兒女好 但沒有成果 答案就是很多時候 愛的表達是失效 因為愛的四部曲是 注意他、明白他、接納他、關顧他 被愛的經歷就是被注意、被明白、被接納、被關顧 我們要明白小朋友的需要 一定要好好去 mentalize自己和子女 亦都包括 mentalize 我們的配偶和所有的家人 mentalize 就是想人想什麼 feel人 feel 什麼 這個努力就叫做 mentalize 再次我很喜歡這幅圖 就是去表達原來你 read 到小朋友的 mind 然後幫小朋友換到個片 對小朋友來說是這麼有價值 而對於你們之間的關係都是這麼有價值的 每天打遊戲怎麼教 其實說完剛才之後 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的 就是不是叫年輕人做什麼和戒什麼 而是我自己做什麼和戒什麼 又是看看獅子BB 看到媽媽這麼堅抽 水牛都可以捉回來 所以她對媽媽是很有信任 媽媽指導她怎樣做 然後她就會怎樣做 而子女不跟爸爸媽媽說話 子女很生氣 我會問回 其實我有沒有不小心 失信於小朋友 因為你會不會跟一個失信於理的人聊天 再次感恩的是 佛陀在2500年前 透過細心觀察 這個蠻蠻蠻的運作 從而幫助我們過好的生活 而其實精神科做的都是一樣的 而我們每天生活 其實都可以擁抱佛陀這個智慧 真是細心觀察 聆聽 陪伴你的小朋友 其實你就會知道是怎樣做 因為人和萬物的運作其實都是很類似 我們大家都有三個層次的能力 我們有安樂的需要 我們有愛與備愛的需要 還有我們有達成有意義的事物的需要 另外今天所有圖片來自互聯網 因為我都沒有辦法全部寫回來自哪裡 大家可以在網上找回所有圖片 今天分享到這麼多 多謝各位 非常感謝戴建文先生的邀請 讓我有機會出席今次的工作坊 靜觀的方法在近年都很盛行 剛才崔醫生說的 我都非常贊成 一個好的家庭 很需要有愛 有信任 這個關愛是為本的 我也做了心理輔導工作做了很久 部分對象都是很多家長 我覺得家長有兩個傾向 有些傾向就是 真的不太懂得怎麼表達愛 大部分家長都是很愛的 很愛子女 但是在方法上 不太懂得怎麼做 也有部分家長 他們很溺愛 就是她是非常愛的子女 但是去到的地步是過分的愛 所以我首先帶出一個信息給大家 就是大家如果是做父母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很多時候 我們是很照顧子女 照顧家庭 而忽略了自己的需要 很想大家各製一下 我相信大家如果做父母 自己都很明白 昨天崔醫生 放了很多嬰兒的照片 我一直看 我一直回想自己子女 小時候 那種愛真是無微不止 做父母的初心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傾向於愛的方面 但是這個愛有時候 又會走到極端 是過分了重視了子女 重視了家庭 而忽略了自己 所以其中靜觀 就是希望大家 透過多些去覺察 我們一個自己 在家庭裏面 我們是做了一個什麼角色 我們和子女的關係 那會不會有時候 就是太過關懷子女 重視子女 而忽略了自己 我很記得有個個案 有個大約 已經四十幾歲的媽媽 她女兒已經成年了 大學不業 出來工作的 這個婦女 很不幸運 她患了乳癌 你知道這也是大病 她來和我談 覺得很大的壓力 我和她談談 發覺這個媽媽 真的是很盡責的媽媽 她說她女兒不是經常回家吃飯 因為你知道 那些子女大了工作 很多時候工作為先 所以有時候 偶爾那女兒回來吃飯 她就很重視 很開心 她住在一個屋邨 在山上 去到市場 要坐巴士下去 所以 有一次 女兒說 我可以回來吃飯 其實那一次 她剛剛做完手術 出醫院 沒多久 其實她的身體 還不是完全康復 但她聽到 女兒回來吃飯 她就馬上 立刻又是 那種責任心就來了 不管自己的身體狀況又如何 或者一定要去市場 買一條魚 買一些煲湯 給女兒去吃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 她生活上的例子 就是顯示到 她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情況 盡心盡力去照顧自己的子女 我還有很多例子 大家作為父母 也都是你自己可以想想 會不會很多時候 我都會有了這個傾向 做了父母之後 變了以子女行先 而忽略了自己 大家做家長的可能都很贊同 有了小孩之後 自己的生活變得很不一樣 特別是要面對種種外來的壓力 大家看看我表列出來的 特別一些小朋友 還是年輕的 阿崔醫生你認同嗎 你昨天說你的小朋友 都是小學階段 我自己都記得 因為我都是全職 即是媽媽來的 又要早上班 下班之後回家 就去照顧小朋友 那種辛苦 現在回想起來 還是溺溺在目的 這個都是外來的壓力 更不要忽略了內在的壓力 包括自己作為家長 我想對小朋友有很多期望 希望自己的兒子讀書厲害 身體健康 很多才幹 做什麼都厲害 會跳舞 會騰琴 會游泳 這些很多父母都是很正常的 很多時候 大部分父母都是這樣 那些內在的期望 不斷不斷地令父母很緊張 很緊張子女 造成了很多壓力 而大家有沒有覺察到 就是當我們遇到壓力 或者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馬上內在有很多反應 特別是四方面 你離不開的了 一遇到壓力 馬上有很多事情想的了 最普通的地方 哎呀 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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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煩 不知道能不能應付到呢 很憂慮 情緒 情緒接下來會來的 這些反應的時候 快到一連串 哪有行私的時候 你都分辨不到 即是很焦急 很擔心 或者很猛疹 沒有忽略 情緒一到的時候 就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身心身心的兩樣是互相關聯的 身體馬上有反應的了 譬如我就很覺的了 當我猛疹的時候 我的心跳會加快的 呼吸會速的 人好像很繃緊的 那你有沒有留意呢 你自己有不同情緒的時候 你有什麼反應呢 不同情緒帶來身體不同的反應的 但是一定會有反應的 那麼第四樣呢 都離不開的了 就是你的行為 當你情緒不安的時候 你的行為呢 都會受影響的 會走來走去 坐不定 甚至睡不著 吃東西各方面 的日常運作都受影響 或者變得很沒有耐性 人呢 是做很多事情很容易猛疹 大家覺得嗎 不要忽略 如果這些壓力呢 是長期出現呢 其實會帶來很多毛病 這個是很多醫學研究 我想崔醫生都很清楚 絕對是有這些研究去顯示出來 我們自己也體驗不到 有時候人經常情緒不好的時候 那個人覺得很不妥的 很疲累 那個人心神彷彿 很沒有精神 有時候甚至會出一些病痛 有時候見醫生呢 醫生跟你檢查清楚的 我經常心跳加快 會不會心臟有事呢 醫生跟你照心 照過之後 沒有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是嗎 經常頭尺尺 糟了 那頭腦會不會有事呢 又再去照 照過之後又是沒有事 很多情況是因為跟壓力有關 所以不要忽略 甚至呢 會影響呢 會影響呢 關係的 是吧 因為昨天也說了 壓力來的時候 會影響情緒 情緒不好的時候呢 肯定有時候 自己會發洩在別人身上 特別是家人 家人有時候呢 你會覺得 我想說說說什麼 他可以承受的 朋友呢 反而你會有些禁忌 是吧 但是家人呢 你會直接表達 所以發脾氣呢 令到家庭關係呢 是受影響的 所以我又想強調了 第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帶給大家呢 就是 如果我們要處理好家庭關係 令到家庭和諧 令到和子女那種愛的種子 可以發展出來 就是需要呢 首先我們學會 去照顧自己 而照顧自己 特別的一方面是什麼呢 情緒的調節 情緒的調節是非常之重要 我做了很多個案 我很記得 有很多例子 隨時都講到 有個媽媽跟我分享 她也是要做全職的媽媽 還要單親 還要照顧一個女兒 很多時候她就在工作 承受的壓力都很大 工作辛苦 做些清潔工的 有時候做得很長時間 回家呢 一照顧女兒 又要煮飯 很多時候 女兒 你知道吧 青少年 十多歲的 有她自己的世界 不是這樣聽話的 她叫她出來吃飯 叫液也都不出 不幫忙 煮飯不單止 煮完她都未必出來吃 出來坐下吃 又會一直見到媽媽煮信 馬上說 又是這些菜 我不喜歡吃 哇 你想想媽媽的心情是怎樣 全日工作已經很辛苦 還要買菜煮飯 帶著疲累的身軀 跟著呢 還要煞氣的女兒出來吃 還沒吃 已經聽到這樣的怨言 如果你是媽媽 你會怎樣呢 她的情緒就來了 她的情緒大到怎樣呢 馬上把桌子反轉 反轉 整桌子的碗塊 掉落地 她時候自己都嚇著了 啊 為什麼我的情緒會大到這樣呢 是吧 因為她的情緒 已經加加了聚聚 一日薪勤的工作 是吧 自己沒有好好照顧自己 身心疲累 還要去煮飯照顧 其實很想人 可以明白去關顧她 是吧 她沒有 得不到 反而得到的呢 女兒 聽下去看下去 好像不太明白媽媽 不太照顧 沒有體諒媽媽 所以那一刻的情緒呢 非常之大 另外一個呢 都很sad的story 就是有個父親 是的 她是面對青少年的子女 你知道這些父親都很權威 很多時候我們傳統的父親 很希望那些子女聽教聽話 也是出於愛的責任感的 但是她的表達模式 可能不太懂 很多時候 你知道青少年就不聽話 打機啦 有自把自圍啦 去到青少年階段 很多時候會駁嘴 爸爸最討厭的小朋友駁嘴 所以爸爸越鬧就越怒氣啦 那麼呢 噔大雙眼看著那個兒子 也是十多歲的 來到這個階段 不像小朋友 小朋友的時候 爸爸噔大大聲 縮在一邊驚 到了青少年來呢 他有自己反抗的能力 那個十多歲的兒子呢 他看到爸爸是這樣的 他很不喜歡 他又噔大雙眼 是露視他爸爸 那爸爸看到他 用這樣的表情對他 他會怎樣呢 哇 他有些尊嚴受損 怎麼可以這樣看著我呢 是吧 那又怎樣 還生氣到幾前蟲 於是用一隻手指 你再這樣看我 再這樣看我 兒子不讓步 不斷掘著爸爸 結果他又咚咚到他的眼睛 令他的眼睛永遠受損 是吧 這些真是發生的 又是表示什麼 就是當我們的情緒失控的時候呢 是你會做出一些你想像不到的行為 甚至你嘗試很後悔的行為 爸爸想不想傷害的小朋友呢 不想的 是吧 但是在那個時刻 他的情緒大到他呢 失去了控制 你試想一下你自己有時候會不會呢 我們都會的 是吧 有時候生氣的時候 那種火一出來的時候呢 那種情緒控制了你 你不懂得冷靜思維 靜觀呢 很多時候就提醒我們 有時候會造成有些事情很傷害性 我們要多些覺察 我們也都不 待會會解釋一下 這些呢 這些反應呢 是很即時的 有時候我們差不多好像不可以自控的 而為什麼想介紹靜觀給大家呢 因為靜觀呢 的確是一個方法 是可以幫助我們 將那個情緒有所調適下來 令到我們的情緒呢 得到可以改變一些平靜 落到一些平靜的狀況呢 那呢 反而當我們平靜了呢 可以幫助我們 更好地處理我們面對壓力 近年呢 十幾二十 都不止十年了 我想有二十年 三十年都有了 多了很多呢 老科學的研究 我們的腦部功能呢 很複雜的 我不會說 崔醫生可能會說 我就不會說 班農農農 但是呢 我從一個很簡單的角度呢 特別介紹呢 是有兩個部分的功能 一個呢 就是這個 這個行人核 它的形狀呢 好像行人一樣 所以叫做行人核 那麼這個行人核呢 簡單來說呢 就是跟我們情緒很有關係的 譬如當他們猛疹呀 不開心的時候呢 這個行人核呢 就會很活躍的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想推介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前壓葉皮層 前壓葉皮層是一個 前面的大腦 有些人呢 叫做大腦的工程師 這個前壓葉皮層 幫助我們什麼呢 是冷靜思考理性分析 譬如收到一些訊息 我怎樣去做決定呢 怎樣去理性理解呢 就是這個前壓葉皮層 而老科學的研究顯示呢 這兩個功能呢 完全相對的 意思呢 當我們情緒的行人核呢 很活躍的時候呢 很情緒化的時候呢 那個前壓葉皮層呢 就跑去睡覺 不活躍的 所以大家試想一下 你有沒有些經驗呢 就是當你很情緒激動 衝動的時候呢 你說這些話呢 有時候會過了火的 會不理智的 是吧 說會出口傷人的 特別對子女有時候說這些話呢 很多時候聽說 你生個叉燒的生理 為什麼你這麼蠢呢 甚至有時候呢 真的說了自己都害怕 你去死吧 有時候父母真的 他心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會出口呢 就是他的情緒化衝動 那個理性思維呢 失效 沒有運作 於是呢 就是被情緒主導了 做了一些行為 都非常不理性的 我昨天說過了 我們很多內在的反應呢 是一環影響一環的 而很多研究顯示呢 當我們遇到一個情境的時候 例如呢 開始有感官 我們叫做感官刺激 譬如小孩發脾氣 是吧 突然間這個情境出現了 那一出現這個情境的時候呢 第一呢 我們就有情緒反應了 我們的行人下呢 就馬上會活躍 譬如情緒反應 可能呢 就會煩躁啦 懵躁啦 生氣啦 很自然 見到小孩發脾氣 大聲哭的時候 不是初次 不是寶寶 特別是已經懵躁 生氣那些 那些脾氣呢 很容易激發到父母 有這種反應 情緒反應之後呢 就會影響身體了 身體會怎樣反應呢 好像有琴聲說了 很即時就會肌肉繃緊 呼吸急 頭痛啦 腸胃狡兔啦 很多的反應呢 立即出來 你自己 為意一下 每個人都有些不同的 你下一次 猛疹的時候 有情緒瘦 你留意一下 你的身體有什麼反應 然後再帶動一個呢 就是思維的反應 思維的反應呢 可能就在腦裏面立即想啦 不行 我不可以讓他再發脾氣 我立即要想 想盡方法呢 要制止他 走 可能是大聲罵他 不理他 逼他走 是嗎 很快就出現了 很快就出現了 而這些一連串的反應呢 有時候呢 因為好像有琴聲說 因為你的情緒主導的時候呢 你的反應可能不理性 會過了火的 會偏向衝動的 而學習靜觀呢 就是給予我們一個好的幫助 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學習做靜觀練習的時候 待會大家都會體驗一下 就是可以透過靜觀練習呢 訓練到 令到我們的行人核 沒有那麼活躍的 而行人核主導我們的情緒狀態 而當我們行人核沒有那麼活躍的時候呢 相對地那個前額葉皮層呢 他就會醒了 他就不睡覺了 他就會發揮他的功能 他就會幫助我們呢 可以更加提升我們的理性思維能力 就是會冷靜點 定點你 定點你 看怎麼處理先 可能即是想起琴聲的話 要先明白一下他先 要了解一下他 觸摸一下自己內心的愛心 我也是愛他的 我不是說要對他不好 然後再看你怎麼表達 你對他的關心 對不對 這個呢 如果你衝動的時候呢 你絕對做不到的 第一步 你要學會 就是要調節情緒 冷靜下來 所以靜觀呢 是很希望呢 帶到給大家 有這樣的效果的 那我現在呢 接下來呢 先說這麼多 因為說了太多理論了 你也消化不了 那我就想邀請大家 試一下呢 做一些簡單的靜觀練習 不過做一些練習之前 讓我講一下呢 靜觀練習呢 是很有趣的 有些人學過他都明白的了 做的時候呢 你要自己 願意去體驗一下 昨天我講過了 會調節情緒的 會令到個人心境平靜 你是不是一定可以這樣呢 不要有這個期望 你儘管抱個好奇心 去體驗一下 嘗試一下 咦 可能可以喔 真的坐了下來 那人好像有些安靜的感覺 或者發覺不行的 坐了下來呢 反而不安都不定 任何的反應呢 都是可以的 好嗎 不要有些一定的期望 那首先我想邀請大家呢 就靜靜地坐在這裡 兩分鐘 那我帶了一個敲鐘來的 那我敲鐘呢 就表示開始 我看著那個鐘 但是兩分鐘左右 那我邀請大家呢 在做這個兩分鐘的靜坐 我沒有指導餘的 純粹給大家一個空間 坐下來 你可以躲起眼睛 或者垂下雙眼 不需要看著其他人的 令自己可以安靜一下 那在兩分鐘裡面呢 我邀請大家呢 就是覺察一下自己的身心狀態 就是這一刻有些什麼感覺 自己感覺到就可以了 好嗎 兩分鐘短短時間體驗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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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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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兩分鐘的時間了 大家可以打開雙眼吧 那我昨天呢 我忘了提一提 網上的朋友都邀請你們呢 是可以適合的話呢 跟著一起做好嗎 一起參與的 那我想問大家 在兩分鐘裡面呢 大家有些什麼要留意到呢 會不會有些人留意到 在想著 腦海裡面有幾多人 雖然說兩分鐘很短呢 察覺到自己很多事情想 舉一舉手 大部分一點 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在想著 有啊 很多人知道自己在想著 可能在想著去哪裡 今晚吃什麼菜 今早發生的事 我們的腦子都很活躍的 那也都有沒有人留意到呢 你那個 有沒有情緒呢 譬如你坐在那裡 有沒有一些掛心的東西呢 有沒有一些緊張呢 有沒有一些憂慮呢 或者很平靜呢 有沒有 有誰留意到自己的情緒呢 舉一舉手 嗯 都有部分 沒有昨天先 覺察到想著那麼多 有沒有人呢 覺察到身體的感覺呢 他覺得很累啊 很想睡啊 兩分鐘都已經 都很多啊 很多人應該馬上舉手 那你昨天先這些呢 都是你很重要的覺察 有時候靜觀呢 就是坐下來 給自己一個空間 去覺察自己的狀態 如果你的狀態呢 是離不開這幾部分 經常運作的 特別是什麼呢 我們的腦袋 是吧 昨天先最多人舉手的 就是發覺自己經常想著 這個的確是我們的情況來的 靜觀呢 很多時候呢 是被我們察覺到 我們大部分人呢 腦袋停不下來 身體是很定的坐在那裡 是不是 但是呢 原來的心一點都不整 我們的心很難安靜 太多思考 慣性的 差不多是好像自動導航 所以我們叫一個自動導航 就是你不用叫他想的 他就馬上出來 有時候你叫他不要想 他也會想 所以有些人失眠 是不是 失眠就是他腦袋 不會關機 特別是日常生活很緊張 喜歡想事的人 失眠都挺通常的 很大的影響 而我們很多時候想什麼呢 有些人喜歡想過去 留意一下你想過去的什麼 最糟的有時候 我們有些叫負面傾向的思維 很多時候想過去的事情 都是想你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後悔啊 做錯決定的事情 是不是 人家對你不好的事情 記起心 於是令到人就不開心 要不就是想將來 想將來你又留意一下想什麼 很多時候想想 哎呀 將來怎麼辦 就快退休了 又想退休之後 沒有了事情做 自己會不會適應不了呢 現在的子女讀書讀得不好 為他憂心了 死吧 將來出來怎麼找飯吃呢 怎麼去生存呢 是不是 很多事情憂慮 我們就是有這些傾向性 所以令人心怎麼可以安靜呢 很難 原來我們安靜不了 跟我們的腦袋有關係 很多事情想 還有想一些負面的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帶來情緒 甚至失眠 這些 或者人很煩躁 身心疲憊 這些都是很多時候帶來的效果 所以我們學靜觀 第一就是覺察 自我覺察很重要 第一就是覺察到 原來我們的人是這樣運作的 要靜一點都不容易 所以首先接納自己是這樣的 好嗎 不要抗拒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會發脾氣 我剛才說的 遇到壓力 我們很自動波就會有情緒 所以不要怪責自己 我們父母都有外心 我們大部分人 特別你們今天出席的工作坊的家長 我給你們一個like 是不是 星期日你不去逛街 不去玩 而來到這個工作坊 網上的朋友都是 你一定很關心你的子女 關心你的家庭 你們是屬於非常盡責的父母 但是就是要明白自己 有時候我們避免不了 是會有情緒 而影響我們的家庭關係 所以我們有些方法幫助自己 第一個 或者我們簡簡單單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我們每個練習 做幾分鐘就可以了 第一個運動 我們叫做伸展運動 現在把椅子的安排 就有少少空間在你旁邊 我邀請大家坐了那麼久 不如站一站好嗎 做少少簡單的伸展運動 幫助大家去感受一下 原來靜觀是可以怎樣帶給自己一些不同的體驗 站定在這裡 每個人有一個空間 網上的朋友我看不到 你家居裡面都可以做的 你可以找一個空間站在這裡 就可以了 你可以伸長兩隻手 我用麥克風 我伸長不到 打個圈 前後左右 都不要撞到其他的參加者 可以嗎? 如果撞到的話 你就站開一點點 中間也有很多位 你可以找個位給自己 可以 我看見大家動都可以了 是嗎? 好 那我們把雙手摧下 我們大約雙腳 是站立的 是肩膀的闊度 雙手摧下 我先躲起雙眼 感受一下現在 整個身體站立在這裡的感覺 從頭頂 到身體 再到雙腳 好像一條直線一樣 拉直了我們 身體雖然垂直 但是嘗試不需要繃緊 我們不需要讓身體覺得很緊張 如果有些繃緊的感覺 你可以嘗試放鬆一下身體 雖然仍然站立 直立在這裡的 特別是兩邊的肩膀 如果縮起了 繃緊的 你可以容讓肩膀慢慢垂低 一雙手很自在地 放在身體兩旁 現在感受一下 整個人站在這裡的感覺 待會邀請你做每一個動作的時候 嘗試跟著來做 但如果有些動作你覺得不適合自己做 你可以選擇不做 站在這裡就可以了 做動作的時候 邀請大家 留意那個動作 帶給你身體的感覺 靜觀就是著重於 覺察那些黑的感覺 好 現在請大家打開雙眼 大家可以看著一起做 跟著來做 第一個動作 請大家 將兩隻手慢慢在身旁提高 我只有一隻手 兩隻手慢慢遞高 一路可以的話 遞高到直至 你的手指指向天花板 如果你去到這個位置 覺得肩膀痛 你就不要再舉了 你就停留在這裡也可以 要不然呢 就遞高到直至上天花板 然後用一點力 向上拉長整個身體 然後躲起雙眼 現在感受一下 身體向上伸展的感覺 你可以想像自己是一棵大樹 現在這棵樹向上伸展 兩隻手就有些樹枝 一路向上伸展 但又不要勉強自己 留意一下現在會不會 用很多力去伸展身體 不需要的 你可以是感覺自在的 但也感覺在拉緊整個身體 感覺到 現在感覺一下雙手 一路肩膀去到身體 臀部甚至腳部 都有反應的 可能有些人覺得疲累了 什麼時候疲累都可以伸回雙手 好,然後慢慢把雙手 垂下來 直至到很自在地 放在身體旁邊 我們休息一會兒 休息的時候 可以躲起眼 感受一下現在身體的反應 剛才將雙手向上伸展 將身體拉長過之後 現在身體哪部分特別有感覺 會不會是肩膀呢 或者落到身體 甚至雙腳 留意一下每個人身體感覺都不同 好,接著我們做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首先將雙腳打開一點點 打開一點點就行了,不用太大 這次只將右手在身旁遞高 好,同樣地慢慢直至手指指向天花板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不行,隨時停下都可以 好,遞高之後 這次將你左邊的腳跟慢慢遞高 很自然,整個身體是否向右邊傾斜 這次我們想像這棵大樹 右邊的樹枝要向上生長 你就拉長一點點自己的右手 感覺一下,當右手遞高 整個身體都向右邊伸展的感覺 然後你又可以躲起眼 感受一下這個動作 現在帶給身體的感覺 哪部分特別有感覺呢 留意一下,雖然右手拉長 左邊身體可能都有反應 我們的肌肉是互相連結的 可能整個身體都感覺到這個動作帶來的感覺 保持著一吸一呼 好,然後慢慢地把左邊的腳跟随下 然後將右手慢慢放下 對了,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都很慢,因為慢的時候你更感覺得到 然後再拍下一點點左腳 然後再躺上眼睛 休息一會兒 休息的時候呢 嘗試放鬆身體 也感受一下剛才這個伸展動作 帶給你現在身體的感覺 好,稍微休息之後呢 今次我們做另一邊了 请你将右脚踏开一点点 今次将左手抵高 同样地慢慢将左手抵高 如果可以的话 只向天花板停下来 今次抵高自己右边的脚跟 然后又尝试伸长你的左手 今次这棵树左边的树枝要向上生长 我们重量看看探索 可以伸到多高 但又不要勉强自己 记住我们自然就可以了 然后躲起眼 又感受一下左边身体伸展之后的反应 有时我们身体左右两边的感觉不同 留意一下这刻左边伸展的时候 身体的反应 也可能整个身体也有些感觉出现了 什么时候疲累的时候 也可以放下 慢慢将右边的脚踏放下 然后将左手慢慢随低 将右边的脚踏回一点点 好 躲起眼 保持一吸一呼 好 现在可以邀请大家坐下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不可以做太多 我只是做少少的体验 让大家体验一下 我想问一个问题 在刚才做这几个动作练习的时候 有多少位朋友 都觉得可以专注 去留意身体的感觉 如果可以专注 都很多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 静观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一个工具 是教识我们 将那个注意力 由这个脑袋 转移到身体的感觉 是吧 刚才呢 大家做了一件事 透过做练习身体活动的时候 聚焦在身体的感觉 你试着留意 当你专注在身体感觉的时候 你的脑袋是否没有这么多东西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两个系统 一个就是思考系统 另一个系统就是感觉系统 身体感觉来的 原来静观就是有这个研究的结果 如果我们要自己不好 就是被脑袋 令自己这么心烦意乱 你叫自己不想是不行的 是吧 只不过就打架 想的时候不要想了 睡不到就叫自己睡吧 但是越是这样去逼自己 越不行的 越多压压力 是吧 反而呢 不用理他 下去身体的感觉 只要你可以学习慢慢专注 当然 不需要一个小时间 如果长些时间 大家更多的体验 日后有机会 可以大家多点尝试 上面讲一讲 不要小看这些 这样的简单动作 除了静 让自己放开脑袋 没有那么多东西 也都可以对身体 心情也有帮助的 另一个练习 叫静观呼吸 由于时间关系 我又做几分钟而已 好吗 让大家尝试一下 原来呼吸 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让我们试试调色我们的情绪 又是 落到一个感觉系统那里 让我们可以平静一下 大家坐在这里做就行了 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 坐姿最好是怎样呢 最好不要屈脚 像我这样 我特意坐在这里 让大家看到 就是双脚踏地 好吗 如果你可以坐在后面 背部有些承托也可以 但如果你不想 好像最后很容易 好像一个休息状态 你可以像我这样 坐在前一点 身体比较垂直 因为做静观练习 希望你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 去觉察当下的 如果身体上面有些皮包 手袋聚着自己 你也可以尝试放在地下 令自己没有压力 可能会自在一些 或者放在身的后面 好 邀请网上的朋友 你都一起做 找一张椅子坐下来 是很短的 几分钟的一个练习 是很短的 首先集中在 现在整个身体坐在的感觉 感觉下两只脚踏在地板上面 脚板和地板接触的感觉 也都可以觉察一下 也都可以觉察一下 也都可以觉察一下一双手 如果双手的手指是屈起了的 你不妨用一双手指打开 用一双手指 很自在地放在膝头 或大腿上面 由一双手指打开 慢慢地上去 感觉下手臂 包括前臂 上臂 再上到两边的肩头 感觉下 特别左右两边肩头的感觉 很多时候摔低头做事 肩头比较绷紧的 可以的话 容量肩头垂低 肩头的肌肉 尝试放开放软 也都不妨感觉下面部 做静观练习的时候 面部无需任何的表情 可以容量面部 感觉自然自在 绷紧的地方 例如额头、眉心 很多时候我们想事的时候 和人聊天的时候 很容易绷紧了 现在容量这些部分 放开放软 也都留意一下嘴部 牙齿有没有咬緊了呢? 嘴是否合得很紧呢? 可以的话 容量牙齿微微打开 嘴唇微微张开 容量整个面部 感觉自然自在 慢慢把助力转移去 觉察呼吸 首先可以聚焦在鼻孔的感觉 每次吸气的时候 觉察一下气息 经过鼻孔进入身体的感觉 同样地呼气的时候 同样地呼气的时候 也都感觉到气息 经过鼻孔离开身体 呼吸气 呼吸是自然运作的 你无需去控制它的节奏 呼吸气 纯粹像平时般自然地呼吸 留意着一吸一呼的感觉 呼吸气息 气息经过鼻孔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下气息的温度 是暖和的 因为凉快的 一吸一呼的时候 也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呼吸的节奏 可能快 可能慢 不需要刻意去改变 纯粹自然地呼吸 尝试尊注 在每一下的吸气 每一下呼气的感觉 可能留意到 偶尔又飞走了 可能老海里面 又不其然想了些东西 这个都很自然的 发觉自己分了心的时候 在下一次吸气呼气 又尝试集中回 跟随着吸入的气息 感觉一下气息经过鼻孔 进入身体的感觉 呼气的时候 气息又从鼻孔离开的感觉 也都可以慢慢尝试 将这个觉察力 由鼻孔落多一点 落到腹部 尝试集中在腹部的感觉 你都可以 将一只手轻轻摆在腹部的上面 細心觉察着呼吸气 大腹部的感觉 大腹部的感觉 当我们专注留意 可能觉察到随着一吸一呼 呼呼 腹部很自然的一起一伏 跟随着呼吸的节奏 自然的起伏 你无需刻意去做任何的动作 纯粹觉察 也都觉察一下 这刻自己可否专注呢 可能行 可能不行 都不要紧 在做静观的时候 未必一定可以完全专注 但只要你肯去尝试 亦都给一些耐性慢慢练习 或者慢慢你就会体验得到 随着这份专注在呼吸的感觉 身体的感觉 可能带给你一个平静的空间 一个此刻可以暂且安稳的感觉 好了 要请大家可以打开双眼 喜欢的话可以稍微移动身体 静了一段时间 好 又是简单问一下 在昨天这个静态的练习静观呼吸 有多少参加者觉得都可以专注呢 举一举手 都不少 亦都有很多没有举手 发觉很难专注 这个很正常 其实静观不是叫我们一定要专注 而是割策我们的状态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专注不了 要留意是不是有这个露袋作怪 又是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经常想什么呢 可能也有一些启示给你的 我继续讲多一点就完结了 这个静观呼吸练习 如果你学静观 是一个很基本的练习来的 因为研究显示 可以帮助我们安顿心神 昨天我说过 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 会主导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思维 是吧 假如我们学会的工具 可以令到我们 不要让脑袋太过活弱 甚至停不下来 你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 帮助一下自己 情绪冲动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学会 停一停 停一停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例子 妈妈反胎的例子 爸爸弄伤小朋友眼睛的例子 其实都是显示给我们看 我们冲动的时候 行为是不受控的 是吧 所以有时呢 你是要 懂得提醒自己 当你觉察到你了 自己感觉到的 是吧 好像说我猛烈的时候 我的心跳已经加快了 人很不自在了 你就叫自己 停一停 停一停做什么 就做回静坐呼吸 我有一个练习叫三步集 不过我不做了 因为时间关系 其实都是叫大家 知道这一刻自己很不妥了 快点回去 那个呼吸空间 然后让身体平静 几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是有助我们 避免压力 总结一下了 我想也是 带这个很重要的讯息给大家 做家长的 不要只是把所有的心思 放在你子女身上 而忽略自己 你更加重要的是 你要做一个好父母 照顾好自己的状态 包括你的身体要健康 你的情绪都要稳妥 是吗 所以你要学习 是调色自己的情绪 遇到不清心的事的时候 是更加要提醒自己 在这一刻 如何好好照顾自己呢 而这个照顾自己呢 就是多些去留意 你那一刻身体的感觉 你情绪的需要 在生活上 看是如何照顾自己 好了 我多谢大家的参与 有问题呢 就在接下来的环节那里发问 好吗 多谢大家 多谢崔医生和刘女士的分享 大家还记得我 崔医生刚才那半小时的分享 特别是讲到我们和子女的关系 是由一个信任的关系开始 被了解 被明白 被接纳 在座呢 我知道有很多家长 刚才举了手 可能你听完之后 也有跟我同样的反应 我就说 没错 我真的明白她 接纳她 但我作为父母 我又不只是跟她做朋友 我又不只是她心理辅导员 我还要教 父母有一个离不开管教的责任 每逢去到那些位置 就容易会有冲突 我明白了她的情绪 我觉察了她之后 她一到开始读书 不肯做功课 上学遲到 打机不停手 又或者做了一些 你觉得不可接受的行为的时候 然后呢 似乎之前说的东西 又好像不太够 去到管教的位置 就不知怎样做了 崔医生 你个人的体验是怎样的 你也是爸爸 其实我都面对你刚才说的挑战 那就是说一下我自身的做法是怎样的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看一下 是不是有即时的危险 如果有些行为是即时有危险的 是真的要制止的 最重要的是 这个行为会不会即时有危险 第一件事 然后呢 另外真的我会提醒自己 去跟小朋友相处 小朋友这一刻做不到一些 我期望小朋友做到的事情 我永远提醒自己 就问三条问题 第一件事就是小朋友 其实现在这一刻 他应该在想什么呢 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另外第二条问题 我问自己的 就是小朋友生而为人 基本的需要 是否得到满足呢 你还记得 其实我们生而为人 有三个层次的需要 遗生的需要 遗生的需要 我想最好的时候 忽略了的就是睡眠 其实睡眠不足 已经大大减低我们的 专注力和情绪管理的能力 第二层就是 爱与被爱的需要 他就问自己 其实我是否真的做好 注意明白接纳 小朋友的需要是什么 而我这个 例如安排一个教育活动 是不是这一刻 最能够关顾到小朋友 在精神和智能的需要呢 第三条问题 就是问一下 其实现在小朋友这一刻 腦袋各方面的能力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由素理文字的能力 去到专注能力 去到与人相处的能力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我想小朋友 做一个有益的习作 这个能力 小朋友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这个习作所需求的 腦袋的能力 是否超越了小朋友 这一刻的发展程度呢 现在是的 会不会将这个任务 降低一点点难度 让小朋友可以有成功呢 很简单就是 刚才我上过那级楼梯 如果那级楼梯是太大级的 那我上不了 会不会将级楼梯 整细一点 让它上到呢 我就尝试去用 刚才我这三句 问自己 你去指导我所有管教的行为 刚才第一件事 再简单总结就是 首先是否即时危险呢 如果即时危险 就当然要阻止 然后就是 第一 看看小朋友的想法和感受 第二个 就是小朋友有没有 一些未被满足的需要呢 第三个就是 看看小朋友这一刻 智能发展的程度和需要 嗯 好了 答得非常之好 又简而精 大家尝试去消化一下 我首先有一条问题 就是问Winnie 就是说关于静观 刚刚大家试过联集 必须要配合呼吸的效果 其实是否会最好呢 还有是否任何时间地点 或者环境都可以做的呢 这个问题呢 我都正想问 因为家长们都很忙碌 生活太繁忙 没什么时间静下来 还有所谓静下来的时间呢 都是很碎片式的 我会觉得 就是当下 几分钟几分钟 等着巴士 是不是又可以做呢 去厕所又不可以做呢 我正在煮菜 是不是都可以静观呢 否则就 如果真的要 好像我们今天 可以拨两个钟头出来 其实不是那么多机会 Winnie 这方面可不可以 给我们一些提示 好 多谢你 这位参加者的问题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是否一定要集中呼吸 这个练习 只是静观练习呢 其实呼吸是其中一个静观的工具 那我们做静观练习呢 其实很多途径都可以的 那除了静观呼吸 我们有静观步行 静观进食 静坐的练习呢 甚至躺在这里 做一些练习都会的 所以回应回年代第二个问题了 很多时候我做静观呢 是分两类的练习 一个呢就是正规练习 就真的踩到顶顶地 有时静坐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这个正规练习 也有些叫非正规练习 非正规练习呢 就是结合我们生活上的 譬如一早起床 我起床的时候 觉察一下今天身体的感觉是怎样呢 好像很精神 今天就带着喜悦的心去继续一天 但一早起床 觉得人好像很疲累 可能我就觉察得 我这刻要做一些伸展 伸展的时候呢 有意打开窗 或者走去一些空间的地方 吸多一些新鲜空气 是吧 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 这些都是正观 因为你在觉察自己身体的需要 你是感觉到自己的需要 而去做一些行动 去照顾自己的需要 这个已经是非常照顾身心的了 或者吃东西的时候 不是一直在看手机 一直在看电视 一直在教仔 而是正观进食 静下来安静地 好好地品尝你那一餐的食物 其实很滋养性 是吧 因为你下来感觉的时候呢 可能那些味道呢 你特别丰富的 做练习的时候呢 不用吃很多 有时吃一个小小的果仁 一粒干果呢 但是只要你安静的心去吃 你已经很丰富的收获 所以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说的 无论你走啊 站住啊 坐啊 睡啊 其实只要你的心 回来当下 而不是被思维带走 你又想过去 想将来 其实你已经在练习正观了 行啊 站住啊 坐啊 睡啊 都可以的 其中一个竅门 我记得Winnie说的 就是留意自己身体的状况 思想有时飘得很快 自己想到的人也不知道 不是自己 即是叫自动倒行 自己飘出来 但是当你一回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第一件事就是呼吸 当呼吸一放慢 深呼吸的时候呢 回到身体状况 就当下就出来了 好 另外有参加者问一个问题 我尝试综合 因为问题也很多 2019年社会事件 爸爸妈妈和儿子的立场就不同了 家庭关系差不多已经分裂了 回到家就不聊天 不说话 不沟通 现在慢慢说回一点 但是最近 又开始有些裁决又出现了 一看新闻 又来了 妈妈很想调节 怎么做呢 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类似的 就是说 大家一谈起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生气 家人有冲突 怎样冷静下来呢 的确也是 刚才崔医生教了我们 我们留意子女的需要 有没有不符合她的成长 压妙助长 特别是说学习的 但是如果说起一些 思想和立场上的事情 相信大家过去几年都经历深刻 不只是父母和子女 有时候两夫妻都会吵架 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朋友之间都缺裂 那如何去维持 那个关系 而又可以表达到自己的感受呢 那我看到呢 我身边的朋友又如何呢 就是一些就是拍桌吵架的 那有些就索性不说 随着自己 但是情绪就屈住在这里 崔医生在这方面 你觉得可以怎样处理 有没有提示给大家呢 这位朋友面对困扰的一件事 就是的确是有些东西在脑海里面 印象很深 也有很多的情绪感受在里面 而家里的人呢 他们都有类似的经历 而对这些脑海里面的东西 大家的理解是有不同 而很多时候 冲突之所会出现呢 就是第一 第一是很想去矫正对方 深深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确 对方的想法是扭曲 我很想帮对方 很想即时去矫正他 然后呢 大家都想矫正对方 所以造成就是有个冲突出现 所以第一步呢 其实我真的觉得要做回刚才Winnie教的 真的做回一个正观的联集 令到情绪可以降温 因为人情绪高涨的时候 是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不单是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还有整个脑海会关闭 他不会接受有新的 和自己固有的想法 完全不同的东西是进不了脑海里面 所以我觉得整个流程 就是做回Winnie教我们的正观练习 自己的心情平静了 然后就可以做第二步 真的聆听一下 其实小朋友 他怎么理解其实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觉得很相信一件事是序事 Narray 让他说回 他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曾经发生什么事 让他说回一次 从而知道 他是在想什么 而另外很多时候 就着刚才小朋友说 就着这些事情 很多时候父母和小朋友吵架 也是因为那个fear 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小朋友会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急于去矫正他 那怎么去处理这个fear 我发现最有限的方法 就是令到小朋友有安全感 可以和父母说回他们怎么看 他们可以Narray 只是在新闻或者亲身看到什么东西 如果那时候父母就很担心 让小朋友Narray一次 是否表示他会做一些我最害怕的事 其实正正是相反 让小朋友在家安全的环境里面 去说一次 很多时候小朋友都会有新的角度 去看一些以前发生的事物 令到以往的记忆 可以得到一个reprocess 重新整理 而且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的家长我发现 他们是不相信小朋友 原来这三年来又有成长 很多时候你和小朋友说回 原来小朋友 过去这三四年来 其实原来有很多成长 而我们父母都不知道 原来小朋友是这么成熟的 所以永远要被小朋友说 但是之前真的要每天努力一点 做刚才Winnie教我们的正观练习 我自己都刚才有很多思想涌出来 我自己做正观都是每天都比较懒惰 所以今天开始我都要努力一点 每天一点点 崔医生刚才说 小朋友是一路一路成长 家长的确是有一个fear 我相信做过父母的人都会知道 有时候好像是一个fear 推动我们去管教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说话 都是因为fear 而有所反应 我记得刚才崔医生提过一件事 就是一个叫不请自来的建议 不请自来的建议 我就立刻有些反省了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不要说对着子女 对着朋友都是这样的 他跟我分享一些东西 我就立刻弹出来想给他建议 就是为他好 或者很害怕他有事 我最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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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请自来的建议 就是什么人最喜欢 就是老师 父母 牧师 神父 校长 医生 导师 不请自来 就是他跟你聊聊天 就是想 怎么说 找个人 书拍一下 我们就立刻给建议 但是我又想 做父母是真的 我们要管教 我说 子不教就是什么 父子过 他有什么行叉踏错 坐牢的 我脱带出来 先拦住他 心里面是真的 很害怕的 他没有去到我 真的比较成熟的思维 我任得他说 然后可能和他分析一下 然后接纳他 往往去到那一步 最后都说 不过你也是听我说 是这样的 你也是不要做这件事 去到这个位置 或者Winnie 你可以说一下 Winnie 都是资深的父母 子女都长大 这个观点 我是很赞同的 很多时候 冲突 真的在家庭里面 是经常会发生 有些时候做父母 因为他有很多 框框框着自己 父母自己的角色 自己很多的责任感 正正你所说的 我不教好的儿子 就是我的过失 我做得不够好 很多时候 就将这个责任放大了 而忽略了 原来子女 她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特别是子女成长的时候 她有她的看法 她有她的生活的经历 有时候父母 那个担心是来自什么呢 是怕着 是一个出自于 又是过分关怀子女 怕着她 那个 会 就是 不知道 要怎么应付外面的事情 被朋友欺骗 是吧 担心她是 自己的主见 不成熟 很多时候 出自于这个不安心 驱使到做父母的 她过分紧张 那有没有考虑过 从另一个角度 去接触你的小朋友 做静观 就建议我们父母 就是拿回初心 初心就正正的 就是崔医生 就说回 当我们的小孩 还是BB的时候 你想一下 你是很好奇地观察她 什么时候会说 第一个字 什么时候会爬 什么时候会笑 什么时候会走路 我们就要拿回你的初心 你不要带着自己的成见 或者带着自己的期望 去看你的子女 很多时候的生怒来自什么呢 我想你成绩好 整天都做不到这个 于是我就不接纳我的子女 是吧 或者我想我的子女 是做我的行业 偏偏不是 我又不高兴 很多时候我们就带着自己的期望 去影响到我们的子女 发现你有没有静心去观察 客观地去观察 接纳你的子女 用一个开放的心 放下自己的期望 放下自己的成见 我觉得只要你做到这一步 完全去接纳 你的子女是怎样就怎样 而是更加去发挥她的长处 那我就用这个宗旨去照顾我的小朋友 在特别小学的阶段的时候 我是给了很多机会去学习 但我不会去逼她 她喜欢学习 我就给她学习 不喜欢学习 而且从中找到她一个有兴趣的地方 是吧 可能她打电话 你不要打电话 我接触过小朋友 她打电话 其实她是智力发展的一部分 她的思想很敏捷 而且她手眼的配合非常敏锐 我觉得 只要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尽量给她们一些信心 她们发展她的长处 培养她对自己的自信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补充一点 这个也是我们说正向教育 尽量多看小朋友的优点 和正面的动机 去做每一件事 其实她都有一个正面的动机 好 时间关系 我有最后一条问题 其实就是综合各位传送上来的题目 都有很多不同的情景 一个就是说 老公有时候会帮忙做家务 但隆巧反绝 当他不帮忙的时候 我又很辛苦 这个情况就不断重复 我又很生气 我老公又会拼嘴 跟着又争执 跟着又不能够冷静 怎样接受呢 就是我老公的不完美呢 另外一条又是老公 老公的家族成员莫名其妙 对我玩针对 态度不好 我很难受 我本来想着 没有眼使干净盲 看不到 但谁知道长辈 又是很喜欢家庭聚会 我不出现又不行 那应该怎么解决 跟着这个关乎奶奶 奶奶就纵容两个孙女 即是我的女儿 经常给他们钱 讨他们的欢心 还跟小孩说 叫他不要告诉我 那是怎样呢 其实这个是三角关系 老人家又不听我说 那应该怎么做 这些错综复杂的 也不只是跟子女 是一些三代的关系 那不如两位嘉宾都回应一下 崔医生 刚刚没有时间说 另一件我觉得 自己做父亲都很重要 就是信仰 信仰呢 就是对这个世界如实的理解 然后深深相信 在里面就拿到力量 和指引到我们每一天每一刻 是怎么生活 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刻 做些什么的决定 我分享我的信仰呢 其中一个是 Growth Mindset 成长思维模式 成长思维模式 就是在告诉我们 其实任何的心态 能力 技能 全部都是后天建立 每个人都能够透过学习 达至成长变得更好 而促使成长的最重要就是环境经历 所以每一天你和家人每一句说话 其实都塑造了一个环境经历 去帮助周围的人成长 所以很多时候 自己今天开始 去想想 也是透过平时有静观的训练收集 令到情绪不要升温 真的去看看 我可不可以善巧一些 去有一个回应 然后看看会不会 开始一些恶性循环去停止 一些良性互动 就慢慢出来 因为人的脑袋的改变 其实好像种了一棵树 是要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短时间内 看到有很劇烈的改变 就很容易失信心 就会用了一些方倒亡 其实是有害的方法 例如令对方感受到羞恥内疚 这些不良的方法 其实长远来说是破坏关系 反之如果你有成长变模式 是你的信念 那变成了一些微小的改变 你愿意一点一点去累积 很多时候家人关系 长期来说是用这个方法 大致长久的得到改善 所以希望大家都会把成长消息模式 都是你的信仰 我相信这样就可以解决到 刚才说的一些 譬如家人的多角关系 对 跨代之间的冲突的问题 刚才很多时候我听见 是很担心对方不会改变 因为改变 变好其实就是成长 很害怕对方成长不到 但其实你给时间一点一滴 人总会成长 只要有良好的土壤 好 多谢崔医生 Winnie呢 好 让我有点点补充 因为时间关系 崔医生说的非常认同 我想提出多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冲突在家庭里面 是会避免不了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 遇到那些压力 是会即时令到我们的自然反应 是吧 情绪立即出 跟着身体觉得不自在 很多负面思想涌出来 如果你向着这个方向走 你有什么办法不冲突呢 所以呢 首先当自己察觉到 又是有这些冲突的时候 真是给自己多一点空间 安静 或者呢 将自己的生活去扩阔一下 不要将日常你遇到压力 扩大十倍 二十倍地去想 那你就日日都很辛苦 是吧 提醒自己 我是有所选择的 当你看到 遇到压力 不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做些事情令自己更开心 或者你和老公那一刻 他不懂做家务 你可以安静了之后 和他谈一下 大家对家庭的一些期望 大家互相配合的角色 奶奶相处同样都是 只要你有时静心下来 苦心自问 一个家庭 你最想是怎样的模式呢 你最希望家庭如何运作呢 你在家庭里面 你如何最好发挥你的角色 让家庭和谐呢 是吧 这个我相信是 百分之九的人 都是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家 而不是一个日日吵吵的家 是吧 但是你要懂得想 有时真的要照顾自己 让自己多些耐心平静 安顿自己的日常生活 带来压力那些不开心的情绪 有时或者和一些 大家都要父母的人 聊聊天 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 舒缓情绪有很多方法 要懂得去做就可以了 多谢Winnie 我知道时间不够 每一个都可以问问题 我都预备了一些社区资源 的PowerPoint 这个时候都可以放给大家看 因为有些个别的案例 你很想找人长谈 甚至乎不止一次 见面也好 或者进深一步 第二天有一些讲座 去哪里找这些资料 就像刚才崔医生和Winnie所说 都很深感受 特别我见到今天来 大部分是女性 女性我们也有很多恐惧 而且女性我们也很想操控 操控老公 操控子女 操控奶奶 这个很难 操控工人 姐姐 很想他们达到自己的标准 但往往你发觉 就算那个是小孩子 幼稚园 她原来也是一个独立的人 她出生后 她有自己的思想 行为 性格 信念 都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去控制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到最后 父母能够做的事 我觉得是很多 但是都是有限的 最后她的成长轨迹 她将来会选择一种生活的模式 她的信念是如何 她都要为自己负责 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些肯定 今天来大家都要肯定自己 星期日都不去玩 不去休息 走来听讲座 第二点 人和人之间是一个互动 我不能够改变我老公怎么做 或者我奶奶怎么做 或者我儿子怎么做 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 如果我自己改变了之后 我相信对方是有反应的 因为人是一个互动 只要你改变了那个舞步 那个节拍 可能会慢慢跟随你 就算家人也是很负面 很多批评也好 如果今天大家听到的讲座 有些事情是学到的 在生活里面用出来 你试试 持之以行 你的家人会有正面的反应 整个家庭的良性循环 就是这样开始了 最后大家看到后面的PowerPoint 其实香港有很多不同的资源 我一直在找的时候 都在想介绍什么 与其自己去搜集 我找到很多网址 其中一个 这个就叫做香港心灵 大家如果有手机 你可以立即搜到QR Code 就可以进入他们的网址 他们有一个资源站 它囊括了香港大部分 特别是非牟利机构 精神健康的主题 大家在这里看到 你会不会挑选到一些特别的题目 你今天想去关注讨论 但没有机会呢 你按进去 会看到各种情绪的问题 或者跟家人相处 自我如何放松 如何增强自己的自尊感 亲子间的关系 甚至乎一些比较执着的行为 去哪里找人帮等等 这里全部都有 另外下一张PowerPoint 心理健康服务指南 如果你有手机 你立即搜到进去 就会发现 会有很多香港的不同的服务中心 他们的服务的重点在哪里 也有些联络电话 收不收费 有很多是不收费的 我看到 你都可以找到的 大家应该搜索到吧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应该到此为止 时间也过了少少 我们很多谢各位今天的出席 我们连同几位嘉宾 一起出来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三位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